欢迎小镇是我是喜耀 达英等24兆入禀司法审核 挑战反贪会冻结账户令 看了这个新闻 我相信你也清楚 达英和他的家族开始了绝地反击 作为这个马哈迪长年的这一个老战友 你要讲说这两个老人家有什么共同点呢 就是他们就算到了八九十岁 他们绝对不认输 也不会坐以待毙 你敢动我 我就给你死磕到底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次达英他的妻子 他四名孩子 然后外加十八间公司 里面很多也是达英的公司呢 全部一起入禀这个民事诉讼案 把安华跟这个反贪会主席呢 列为答辩人 他们要求这个法庭呢 要强制这个反贪会跟这个安华呢 截动他的这个资产 因为呢 这一个资产造成了他们的很多的不便 他们可能要买什么东西不能够 他们要做什么生意也不能够造成了这些损失 完全的觉得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OK 所以其实你听到了这一边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 开始要同情这个答应 因为其实你看了他整篇的文章 他是讲到很可怜的 为什么呢 他说啊 哎呀 你看这个反贪会呢 他们呢 以这一个洗黑钱的法令呢 来冻结我的资产 但是时时都不肯以这个洗黑钱法令呢 来提供我 他们没有证据 所以呢 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恶意的提供 是一种针对性的政治迫害 为此他就觉得这一点非常不公平 他想要挑战这样子的一个听力 他被讲你单单看他的这个说辞 单单看这个案例的话 或许你可能被他说动 毕竟他已经这个那么老了 不需要这样子对付他吧 对吗 不过 如果你跟之前的新闻案例 搅合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反贪会要去冻结他的这个资产 或者对他那么的严苛 OK 那请看一下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其实前几个月呢 反贪会才刚刚提供这个钝答应 为什么提供他 因为呢 反贪会要求敦答应申报他的资产 但是敦答应是拒绝申报 那最后呢 就真正的去查下去 才发现到呢 他本身有71项资产呢 是没有申报给反贪会这一边的 当中 并不是讲说随便几辆车而已 当中的资产包括一个银行户口 7辆豪华轿车 有Benz 有Mercedes等 38家持有持股公司 19块土地 还有6所房地产 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价值连城的资产 像是这19块土地 当中有14块就是吉隆坡的这个土地 所以你讲说为什么敦答应一直不肯申报自己在本土的这个资产呢 更不要讲说之前也查到了敦答应的家族在海外群岛里面 也是寄放了大批的这个资产的 这些事情通通他都没有申报 那你想想看作为反贪会 当我要你申报资产的时候 你不肯申报 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个资产呢 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堆积而成的 到底是怎样获取的 这个时候进行这个冻结 其实是不是就听起来比较合理一点的 这就是反贪会整个事情的这个思路 现在还没有真正去提供所谓的这个洗黑钱 还是贪污法令都还没有 是因为目前都还在所谓的调查的这个阶段 所以在真正事情理清之前 先把这个资产所冻结起来 我认为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空穴来风 因为确实如果你之前不敢申报你的这个资产 反贪会就有这样子合理的理由去怀疑说 你的这些资产的来源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你获取的手法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在一切还没有真正排满定案前 先冻结这个资产 到底有所谓的哪里有政治破坏呢 所以你把整件事情连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会看得到反贪会做这样事情 他们有自己的这一个解释 当然敦达因一家 正如我讲的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这样事情其实也符合法律的程序 只是我必须讲了 给达因一这样子搞呢 其实会把整个法庭的程序 搞得更加的复杂 因为现在不只是在查敦达因 所以敦达因也反过来要司法审核 这件事情呢 只会拖得越来越久 烧更多钱 那这期跟大家聊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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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